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根本不care 对吧 我们的记者呢 他为了要吸引的点击 又或者他为了想要开始乱讲话 就会开始用一个往这个字 后面呢 经传仪 或者是往经往下 往傻往风往下 开始试图编故事 要嘛是制造彼此族群之间的对立 上下阶层之间的对立 再不然就是要开始随便讲他 想讲什么的任何事情 所以啊 当你下一次再看到 往经往下 往风往笑 你就要知道 对方要开始编故事啦 所以不必太认真的看待 再来 我们在看待新闻的时候 常常也会看到底下的话语 比如说 神回复 霸气回 神解 神预测 然后你真的点进去之后发现 也没有很神啊 啊不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吗 诶 这没什么好霸气的啊 是我我也会这样回复啊 所以同样的 媒体呢 就想用这样子的言辞话语 来骗你的点击率 再来 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 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 他 要嘛是男生他 要嘛是女生他 他 早知 又或者是他 这么说 结果你点进去一看 发现 这谁啊 阿猫阿狗的想法 居然也可以变成新闻啊 你就觉得非常的后悔 我强烈建议各位朋友啊 台湾的记者的这些 想要骗你点击率的话 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 大家的情绪呢 不要轻易被这一些言辞给煽动 要张开你的眼睛 用你的睿智来判断一则新闻